第1660集 行了 马上回来吧 别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 我这里自有分寸 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白家储收起了手机 他回头看了美颜国际一眼 然后冷笑了一声 转身拦了一辆车离开 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是整个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沸腾了 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大老板 强势霸气的一面 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法拉利 那可是价值尽异的法拉利 可是叶好轩一言不合 就让人把车给铲成了铁饼 这份魄力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 虽然美颜名义上的总裁是萧海妹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叶好轩才是幕后真正的老板 关于叶好轩的传说 在员工当中 简直就是一个传说一般的存在 所以当叶好轩真正的出现在这些人的眼前时 人们对叶好轩充满了好奇 走了 到办公室去 蓝玲玲微一笑 白家储掺她的时间不短了 但是她拿这个家伙的死皮赖脸 那简直是没有一点办法 就知道叶好轩一出现 那家伙绝对会吃饼 果然不出意料 叶好轩一出现 那货整个就下不来台了 现在她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办公室简单大气 很具风格 不过足足三百多平的总裁办公室 还是显得有些恐慌 平时萧海妹在这里办公 美颜产品现在远消国外一些发达地区 萧海妹是功不可没 你呀 被姓白的那家伙给见上了 一阵缠绵之后 蓝玲玲躺在叶好轩的胸口 她伸出了一根鲜鲜的玉质 在叶好轩的胸口上画着圈圈 白家什么来头 这段时间不在京城 看来京城的变化不少啊 以前老家是沿海地区的 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 不过后来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支持 一路像是火箭一般的向上窜 直到半年前进驻京城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有了一个白家 外来户啊 京城果然是不太平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出来了 看来我得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了 是啊 现在的京城实在是变化太大了 蓝玲玲摇摇头 不仅仅是白家一家冒出头来 还有几大家族也是十分鲜艳 鲜艳点无所谓 但是最好别招惹到我们 敢招惹到我们 我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这次真的要多待一段时间吗 蓝玲玲仰着头 看着叶好轩 不许骗我 没骗你 这次我是真的打算多待一段时间的 成天跑通跑西的 我也感觉到累了 所以打算在京城休息一段时间 那就好 最好以后啊 都不要再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一响 一个人居然连门都不瞧 直接从外面走了进来 还好叶好轩的反应足够快 他迅速地把蓝玲玲放到一边 然后与他保持一段距离 虽然和蓝玲玲在一起已经足够久了 但是毕竟这里还是公司 避嫌一点比较好 蓝玲玲也吓了一跳 他本来正待在叶好轩的怀里 正舒畅着呢 可是他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连门都不瞧就直接走了进来 谁啊 蓝玲玲恼怒地看向门口 只见一个轻浮的男子站在那里 他看到室内的这幅景象 嘴角不由地上扬 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意来 其实现在的蓝玲玲 因为和叶好轩的时间太久不见了 所以他有些激动 他的脸上现在还微微地有点吵哄 如果进来的是一个小年轻 可能不知道室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站在外面的这个男人 那很明显就是一个老江湖 他很快就明白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脸上才会露出这么一副 古怪的笑意来 表妹啊 是我 你表哥阳兴 男人呵呵地笑道 刚才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你进来的时候 不敲门的吗 蓝玲玲显得有些恼怒 我进我表妹的房间还要敲门吗 阳兴诧异地说 你没搞错吧 我们可是一家人哪 你这工作 还是你介绍给我的呢 我介绍给你工作 是因为姑妈觉得你成天在家里 无所事事 蓝玲玲站起来 你要是想做的话 就认认真真的做 你不懂我找人带你 你要不想做 我现在就给姑妈打电话 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别别别 我认真 我认真做 杨兴吓了一跳 他连忙露出了一副讨好的笑意来 表妹实在是太好了 你给我的这份工作 我一定认真做的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蓝玲玲皱眉眉头 杨兴安排的工作是人事部 这个部门不错 虽然他现在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职员 但是他仗着蓝玲玲的势力 在公司里面几乎是横着走的 是这样的 表妹 你看我在公司里面已经这么久了 你是不是把我的职位 往上给提一提 你现在可是戴总裁呀 这点权力总是有的吧 你来公司才半个月 你知道人事部要求有多高吗 靠关系接来半个月 你就想提职务 蓝玲玲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有什么嘛 你看人事部那里的张飞 那年纪比我小 在公司里面没有一点背景 那可是半年就做到了组长级 那我怎么说 也有一个总裁表妹 我爬得不比她快点的话 那我面子往哪里搁 你 蓝玲玲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她真的有点后悔 经不住姨妈的死缠烂打 把这个奇葩的家伙 给弄到公司里面来 本来呢给她个不错的职位 让她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做事 但是蓝玲玲却低估了 这家伙的人品 她忍着气到 公司里的每一个人 除了你之外 别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你的那点学历 能进入美颜 你就烧高香吧 你努力点 半年以后 我会考虑 但你成天什么事情也不做 每天迟到 无故矿工 你让我怎么办 不至于吧 那我来这里还要安心的上班 那我可是你的表哥呀 表妹 那咱们是一家人 一个大总裁 你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阳星不悦的说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做的话 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地做 你要是不想做 那好 人事部每个季度 都会有一个考核 以你现在的态度 是过不了考核的 到时候 你卷铺盖走人吧 兰林林明显地有些生气 公司不是我的 我也是替人打工 我不能拿老板的信任呼来 见兰林林生气了 杨星这才知道收敛 他连忙陪笑他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地工作的 但是 你还有什么事 兰林林有些头疼 这家伙就是一个奇葩呀 他没事总能找出点事 那个 我身上的钱不多了 你借我点钱吧 杨星丝毫没有感觉到 不好意思 他三十的人了 居然向他表妹借钱度日 这让一边的叶浩轩 看得都有些无语了 兰林林无语 他拿起自己的包 抽出了一千块钱递给他 这个 这个 这 这有点不够啊 表妹 你看 我刚来还没有发工资吧 房租 水电 池喝 这都要钱 我在这里认识了几个朋友 那晚上请客也要钱 赶紧走 去工作 我还忙着呢 兰林林林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又抽出来两千递给他 那好 谢谢你 表妹 我发工资了会还你的 我 我走了 杨新这才校主 颜开的接过了钱 然后一溜音的跑开了 你表哥 叶浩宣有些诧异地看着兰林林 我姑妈家的小儿子 兰林林感觉到有些头疼 姑妈家是农村的 思想守教 他年纪比我爸大得多 生了三个女儿 就是为了要这么一个儿子 真是娇生怪养的 他前几天为了表哥的工作 亲自跑到京城来找我 我知道 我也理解家里的一些亲戚们 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的这个表哥 似乎是太奇葩了吧 公司的宿舍他不住 公司一日三餐他吃不惯 其实叶浩宣名下的这些公司 有啥说啥 那待遇还是什么好的 工资高不说 而且福利也好 像是员工宿舍 是两人间的 里面配置十分的豪华 而且免费提供三餐 那都十分的好 能照顾全国大部分地区人的口味 可是这么好的待遇 这么好的条件 他那表哥居然 还要在外面租房 在外面吃 他就那德行 有钱挺会花的 兰林林无奈的摇摇头 我也是没办法 我真的盼三个月赶紧过去 以他的考核 根本过不了的 我现在真的后悔 一时心软答应了姑妈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兰林林无奈地吐槽道 行了 让他待着吧 只要不过分就仰着 公司不差那点钱 毕竟你姑妈家的表哥 还真不算是外人 唉 叶好轩无奈地说 我有一个客户要去见了 兰林林看看时间道 你呢 你是要在这待一下 还是怎么的 我在这里待一下吧 我四处转转 美颜的新写字楼 我还没有认真地看看呢 这可是我的公司啊 说到这个 叶好轩也感觉到有些尴尬 严格来说 公司幕后的老板就是他 但是他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啊 公司里的什么事情都不过分 这让他自己都感觉到不好意思 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公司 兰林林摆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他提起了自己的手包 在叶好轩的脸上亲了一口 等我回来啊 中午陪我一起去吃饭 我把你预定了 其他的人不准碰 行行行啊 今天你预定我了 今天我哪儿也不去 谁叫我也不走 叶好轩笑道 拜拜 晚点见 兰林林向叶好轩拜拜手 然后转身离开了 公司很大 叶好轩如果真的要在这里 转上一大圈 那恐怕得耗费不少的时间 不过他左右无事 所以就在偌大的公司里面转悠起来 公司的一切紧紧有条 这套管理方案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方案 因为这一套方案是邵清盈和肖海妹等几个女人 不眠不休几天几夜 这才定制出来的 管理方面几乎没有一点漏洞 想想也是啊 这套管理方案是汇聚了这几个优秀女人的头脑 比起现在的公司管理 更具有优势 叶医生 您是叶医生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惊喜的声音 在叶好轩的身后响了起来 叶好轩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 在她身后站着 她一副惊喜的样子 她手里抱着厚厚的资料都差点掉在了地上 哦 对 是我 叶好轩微微一笑 她点头道 你好 啊 这得太好了 我居然见到你了叶医生 你 你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女孩很兴奋 她闭上眼睛尖叫着 你 她不知 她不知 你 她不知 她不知 也不知 我 我 到时候 不知 我 我 是 我 我 冲 apan 我 我 我